这家店我不建议打卡的客户过来 再也想不到 现报在丹阳的长途汽车站 里边藏着一个 它特别有调性的饭店 我刚才说什么丹阳丹阳 不不中国丹阳 名字换了 原来叫车站饭店 现在车站餐厅 餐厅是吧 现在叫正位 谢人物谢报 也是好吃的 澳大有什么菜啊 还有牛肉锅贴的 老牙汤 超海牛店 这个餐厅 都没有卖完 都卖完了 生意这么好 您是从事这个行业 对 我做厨师 乖吧 有底子 看这个客场管理就不得了 你看看看什么呢 天天赏赏 好 好 我们敬请期待 谢谢谢谢 好 很多朋友都说 虎哥你一起喝个酒喝个酒 这位小哥 第一个提供了这么好的餐厅 第二个还带了个台湾妹妹来 谁看我男的跟男的喝酒 你观众你们是不是 好 谢谢 你也能喝 鱼肉切成丝加了酒房 你看这个菜的颜色配得多爽 这一看就滑洋菜老师父的功底 不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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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生气啊 这吃菜架不住啊 姑娘还是喝了 叫代价到家 难得见面 喝点 我们尝尝菜 来来来 一看就超级食语 酸菜大肠 鸭肠是切开了 这也得喝一口去 怎么不好看 好看 太不够我审美了 这个特别厚 大肠烧得比较烂 这个面比较少 雪菜的鲜咸 加了那种甜口 青花椒的毛肚 窩笋都能做一个菜啊 窩笋里边垫的 应该是油渣吗 真的 你看它用材料不贵 视觉上就感觉到高级 用了油渣跟这个窩笋 看起来不是柜里菜啊 平平几倍啊 看它这些菜 用的食材 并不是什么高级的食材 但它做出来 跟抽屏啊 都让你觉得高级 像一个什么 像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子 经过裁缝 做完之后 按照她身形 做了一个合体的旗袍穿出来之后 气质立马就有提升 哎呦 拆骨豆腐 拆骨骨呢 肉呢 怎么这么碎啊 哎呀 跟我想象的有点差距 怪 用牛肉或者猪肉 大骨的拆骨肉 炖上那种老豆腐 那肯定是个非常好吃的菜 这只是个根 略有失望 全角 二个暴鸡 这也啊 安排这么好的店 这个是老板立串的菜 但是呢 从我角度来讲 我觉得没有什么 花椒的牛肚 你再是怎么样 也就是川味嘛 这个莴笋砂锅 跟这个亨鱼丝炒酒黄 我觉得就是眼睛一亮 这个能给我的观众 和好多做餐饮的兄弟们 能得到一些启发 可能卤过的毒 又不一样 来尝尝 这个好酱汁 肚子的原材料 大家调的这个酱汁特别好 这酱汁可以来学一学 这个汁姐呢 弄点老鸭汤是比较不错的 老鸭汤 老鸭汤128良心酱 凭了你去杠金来说 根本这不是老鸭 128你要啥 这个也是我们 镇江餐饮集会的会导单位 我也要到这里来学 像优秀的同胞去学习 我们越到这个岁数啊 越觉得自己 想要去学的东西更多 用了酸萝卜 吃完之后特别开胃 我们给老板出个题目 让他上一个菜单上没有人 他头只抓你去看看 头发掉不爽嘛 你尝菜单 什么菜 这什么饼呢 这是老板做的鱼饼 这个之前没有沟通过 他只用现有的材料 能做什么就做什么 还要表现出它特殊来 肯定有做游标 对 我讲的猪肉嘛 然后呢 可能还有点虾 但你也没有 也没有电门 这个厉害了 这普通的鱼肉 还把弹性做出来 来来来 刀丹羊 不吃一碗大麦粥 那你就是白来 吃得超级满意 几点情况 第一个 欢迎老头们或者同行们 过来交流 老板的风轻云淡 我们能真的是聊出东西来 能够吃出东西来 打卡的 你不要来 第二个 不吃甜口的 不要来 这家店 我在我心中是能进入 必吃吧 行列的一家店 火灶店铺